詩語達人 主持 詩嘉欣 好 歡迎各位聽眾和觀眾 收聽我們今天的3月6號 星期一的下午1點鐘至2點鐘 我們在新城的資訊台 就是我自己的節目 詩語達人 我是節目主持人詩嘉欣 這個節目主要是和我們一眾 政、商、經、善業界 我這些老友一哥一姐 分享一下他人生的經驗 和一個直播節目 主要是了解一下 通常是我身邊的老友 他自己人生的經驗 和所有向大家的大氣電播觀眾分享 我今天非常榮幸 請到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校長劉建德 Alan 謝謝 謝謝 原來我剛才在咪前 已經和大家聊到 興奮合 大家已經認識了 斬下眼睛很多年 十年也有八載 在不同的場合都看到 其實Alan是一個名人 我們就談一談 最主要是 等聽眾觀眾 都了解一下 你做校長之前 人生的經歷 以及分享 尤其是跟我們現在年輕的 香港的新一代 接受香港的教育 看看 其實你自己本身 其實就是一個飛機專家 前一段時間 因為疫情關係 香港人想飛都不能飛 最近就開始開關了 看到很多人都會飛 其實那些飛機都停了 前一段時間 心裡真的很不舒服 好像困住了一個地方 就不要更加說 現在就說可以飛回來 還有更加有很多 已經擺放了這麼久 也說可能有些 飛機維修方面 如何再踏著整個引擎 讓它可以再去奧場萬里 我知道你其實 你是飛機專家 Alan 其實你在1987年 你已經加入香港 飛機工程有限公司 開始成為為期四年 那時候要有四年的飛機維修行 可以說 如果用回我自己的套 用回我自己的老本行 建築業界 你可以說是一個 熊富仔出身 Alan 其實你是不是自小 都會對飛機 好像有興趣 還有可以跟那麼多聽眾 觀眾說 過足有什麼苦與樂 或者為什麼你會對 天空我們這個 龐然的巨蜜 有興趣 我想當時其實 我沒有去到那麼有理想 因為我讀書 讀中學那時候 其實我很喜歡玩運動 但不是很讀書 我們那時候還是會考 成績出來 就不是真的那麼好 唯一看報紙 飛機公司請學徒 我想飛機是一個 挺特別的行業 而且也有點遙不可及的感覺 因為那時候飛機票很貴 要坐也不容易 那時候就看到 就應徵做飛機維修 那四年之中 其實我可以說 是我人生之中 學最多東西的階段 因為好像個海綿 我們剛剛畢業 什麼都不懂 做學師其實要跟師傅 也要飛機有幾新的行業 幾高尚 感覺上那時候 每樣東西都去學 而且那時候是很喜歡加班 因為加班就代表師傅 看你你可以學多些東西 所以在那四年之中 人生到今時今日 學業是最多的 但是譬如說 這麼多種交通工具 我想看看 為什麼其實你有海陸空 交通工具 不要說設計 或者維修方面 其實如何在天空 會吸引到 在1987年那個年代 其實現在經歷了這麼多年 再看一看 你會弄飛機 其實你其他人會弄的 因為飛機是包含了 汽車引擎的原理 結構的原理 還有你 就算飛機在天上 就很低壓力 在水底就很高壓力 其實維修原理也是一模一樣 所以在那時候 在裡面那四年 會發覺到到今時今日 家裡有什麼爛了 我就會弄的 搞亂飛機 海陸都 可以這樣說 很奇怪 我講回我自己 我當時在英國讀 寄宿學校 在英國的時候 我中三 其實在香港讀完中三 我已經過去英國 是寄宿的學校 寄宿學校 其實他在英國 都挺著名的 其實他要求 那些男生 全男校 當時都沒有收女生 都說 究竟要去參軍 其實都要去做 那些叫 Cadet 那時候也有海洛空間 陸軍就覺得 很抗爛 有射擊 又做搏擊 很多攀山月嶺的訓練 海軍就覺得 都會有不同的打法 戰艦 但是我自己 後來也是選了RAF Royal Air Force 去做 Cadet ship 後來也去到Junior Corporal 其實我覺得很好玩 學回整個飛機 飛行飛行飛行 飛行飛行飛行 原理 還有那些 Angle of attack 班門弄斧 我剛剛前兩人正在教 我們正在教 而且飛上天空 我就跟著 當他是副機師 他讓我坐在後面 握螺旋掌機 那時候真的不會死 飛上去 然後飛機 跟我不斷地 撲衝下來 這樣 是覺得很好玩 但現在不行 我現在不行了 我現在下來之後 下地之後 不得了 不同的 不過是很好玩的 我也覺得 為何會這麼吸引到你 我完全明白 你之後就去了澳洲 去了澳洲物議本 理工大學 RMIT 然後分別在1996年和1997年 獲得叫航空航天工程學士學位 和碩士學位 其實有什麼契機 當時去澳洲升學 可不可以跟他分享一下 我想這條路不是很直的 我那次做維修飛機的時候 幫飛機維修公司 去做一些運動 爬龍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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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知道公司在香港比賽贏了 我就進入了香港隊 然後有一次比賽 就去了澳洲物議本比賽 代表香港 我去到那裡爬龍舟 又遇到舊同學 才開始想 自己真的很多東西都未認識 因為英文一個 complete sentence 是說不到的 又不認識 很多東西未見過 從那時候開始 就想著去讀書 基本上 由我決定去讀書 到我搞了去讀書 三個月內 我爸媽都未接受到 我離開了 因為我自己做飛機維修出身 最容易入 即是你在澳洲比賽 對 比賽是龍舟 好厲害 接著 最直接就是讀炭空工程 這一科 就是這樣 我就去報了這一科 但因為我有個工作經驗 所以讀這一科 就事半功倍 因為我有經驗 他教每一個理論 我都知道放在飛機哪個位置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 就會讀得比別人好多 其實現在回看 很多時候 有些人說 一直讀上去 或者有些人做過的東西再讀書 其實做過的東西再讀書 是比你吸收快很多 因為你會見過 和知道一些東西怎樣去用 即是水上運動 接著就帶你去澳洲 澳洲又上天空了 其實澳洲其實也很厲害 那時候澳洲的文名就是陽光與海灘 其實那邊的水上運動 都真的不差 你去那邊去鬥艇 其實真的 比賽那次是 然後讀書就沒有了 讀書就因為 貧府學生 晚上要去做餐館 那時候就沒有玩運動 那時候就一個星期回來 五晚餐館 然後讀書 那時候是它的規模 一般來說 很多學生去讀書都會是這樣 都是這樣 那時候我也是類似那一陣 我那個年代後來 我也是英國 然後轉了去澳洲 澳洲也是這樣 讀完建築 就是那五年 期間還有一年 可以有一年 然後才讀老師 但我讀老師之後 其實我是老師 其實已經轉了去做 Real Estate 那邊 做地產那邊 所以其實 那兩年間 夜馬就是找兼職 其實也是一個好經驗 也是這樣 因為那是兼職 其實就是一個兼職 但是我一至四 我還可以在這間職樓 建築師樓 做一個全職的工作 其實現在我喜歡煮食 就是因為當年做過這些 就像半功讀一樣 很正常的 很開心 就是一個人生經驗 是挺好的 真的半功讀 但現在 我們先去廣告 好 接著我們回來再繼續聊聊 好